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卡布奇诺的奇诺 因为我妈很喜欢喝咖啡 所以连我的名字也很咖啡 也因为妈妈 我比其他同年龄的小朋友 更早接触咖啡 小时候总觉得喝咖啡 是种非常magical的饮料 只要喝了它 就怎么都不会累 长大后 当然也没办法 把这个magical的饮料戒掉 所以 我只要一天没咖啡 我就浑身不自在 换句话说 我可以什么都没有 但就是不可以没咖啡 喂 妈哦 我最近很好啊 上司也对我很不错哦 他赏识我的 同事吗 同事也对我很好 哎呦妈 你放心啊 啊对了 家用我已经会给你哦 不要想这用 不够再和我说哦 拜 不会吧 没开 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画面 安全进筑 如果您这渡量 还有没有问题 你现在在用 听到 我说明了 你这MP号 你咖啡 没问题 你好,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那个Cafe Sospeso是什么咖啡啊?怎么没听说过呢? Cafe Sospeso,代用咖啡,是指一个人在匿名的情况下给下一个有需要的人提前吃过的一杯咖啡。 哦,是行善的意思吗? 没错,但是它背后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啊。 什么传说啊? 他们说Cafe Sospeso是这一种会促使爱情发生的力量,悄悄地把缘分降临在两个人的身上。 哦,这是你们的宣传手法吧? 才不是呢,真的,你一定要相信。 好啦好啦,那给我一杯美式咖啡和一杯Cafe Sospeso好了。 好的,没有问题,那您请稍等一下哦。 嗯。 这是你的美式咖啡。 好,谢谢。 哦,对了,稍等一下哦。 这个,给你。 这,什么啊? 给下一个邻里咖啡的女员人留下一张电力片吧。 嗯,好吧。 不知道这一杯大用咖啡会有什么样的趣味道发生呢?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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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嗯。 今天还是美式咖啡吗? 诶,你还记得哦? 那当然,我可是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儿呢。 而且,我今天带着你来啊。 等我? 为什么? 因为我要告诉你,即将有一股力量渐渐地把你推上幸福哦。 什么啦? 哎哟,你真的很健忘耶。 昨天才和你说的啊,Cafe Sos Peso啊。 哈? 哎哟,就是你的代用咖啡被淋走了啦。 哦。 哦,你真的很美式咖啡。 哦,平淡也无趣。 嗯,那个,咖啡还是不用了啦。 我今天忘了带钱包,我有一点赶时间,我还是先走了。 没带钱包吗? 没关系,你忘了我们店里的招牌是什么吗? 就刚刚,有人点了一杯啊。 我帮你准备一下,你稍等哦。 先生,这是你的Espresso。 谢谢。 那,小姐,这是你的Cafe Sos Peso。 谢谢你,也谢谢你的咖啡。 哦,是你拿了哦? 嗯,我忘了带钱包,所以才订你的咖啡。 哦,但是我点的是Espresso,我不知道你还是喝的习惯吗? 毕竟你很习惯Espresso的咖啡。 不会啊,我是要害怕的咖啡啊。 哦,那希望你会喜欢的哦。 Espresso,又苦又涩的,应该不是他这个年纪会喜欢喝的吧?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怎么会喜欢喝Espresso呢? Cafe Sos Peso 感觉,感觉,幸福弥漫的世界。 世界,另一端的我想念,想念又是,起风的季节。 雲天,影子也跟着不见,倒影,我们两人的爱恋。 微笑,从事过去的画面,特挑一个。 我就和你说了吧,现在也相信那一股力量的神奇了吧。 爱是咖啡的甜。 为何总换来,一阵阵苦涩体验。 想多少夜想,多少遍。 轻影不离的,出现在我的面前。 其实我说不出再见。 其实我说不出再见。 却依依不舍,倒出了最后道别。 带用咖啡,起了边前。 走出了一段,重演的邂逅思念。 今天主管把一份很重要的case交了给我。 我总是要熬出头了,他终于对我的感官了。 哦,那好啊。 接下来我可能会忙哦。 因为这个case对我来说很重要。 宋诚意,你有没有在听啊? 有啊。 哎,你们之前不是我也不想要看的电影吗? 我刚要订好票了。 我们等一下去看好不好? 好啊。 不行啊,莫哥还没赶完啊。 而且我们明天要上班。 没关系啦,反正看完已经十二点多啊。 我再送你回去就好了啊。 好,赶快啦。 终锋 jin后 重新的起点偶尔为淚欺骗了感觉. 林奇诺,你超了美啊,就快要迟到了。 好了啦,还不是因为昨天看泛街场,结果今天睡晚的。 那,这给你。 想rie,恭喜你,接了一个大遠子。 쉬 쉬 这什么啊。 哇,好漂亮的高跟鞋 但这牌子的高跟鞋好像不便宜 你是算二三号没错吧 但其实我不太会穿高跟鞋 而且高跟鞋没事穿,去买的很冒险 万一我不能穿了怎么办 没关系啦,反正不适合就再买就好了 好啦,这没多少钱 好啦,赶快换啦,我们要迟到了 林奇诺,你都不走快点,要喝不到咖啡了我跟你说 我又不是故意的 好啦,我先去帮你买啦 那,给你 今天还好有你 我差一点喝不到咖啡了,谢谢你 嗯 嗯,好苦喔 你不是给我买美式咖啡吗 怎么会是espresso 还闲喔,都快迟到了耶 可是,你明明知道我只喝美式咖啡啊 我们有没有讨论这么久了 你发什么脾气啊 来吧,你只喝咖啡 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吵架吧 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吵架吧 哈啰 他说话苦苦的 直话直说,让人觉得很难入口吧 但是在这苦苦的背后 他其实还是个不错的人吧 不是吗 就像espresso一样 喝下去会让人觉得苦苦的 但是后面就会有回甘的香味 OK OK 咖啡 咖啡 是总思念的感觉 感觉 幸福瀰漫的世界 世界 另一端的我想念 想念又是 起风的季节 云天 影子也跟着不见 倒影 我们两人的爱恋 我们的微笑 从事过去的画面 特挑一个 重新的起点 偶尔为泪去骗了感觉 如果爱是咖啡的甜 为何总换来 一阵阵苦涩体验 想多少夜想多少遍 心影不离的 出现在我的面前 其实我说不出再见 店里面前 却依依依不舍 倒出了最后 道别 带用咖啡 起了流波 Rain 走出了一段 重演的邂逅 似乎 阿姨 對不起 我來晚了 我一心想把報告趕快趕完 趕過來和你吃飯 結果 我沒注意到時間 我 對不起 所以呢 再忙你要跟我說一聲呢 我又不是故意的 上班時間我把手機調了進 然後一直要再趕報告 我就沒有注意到了嗎 現在又幾點了 你知道我像個白癡娘在那邊等你多久嗎 對不起啦我 算了 我遲到 我沒接電話 我錯了 但我都已經道歉了嘛 你還想我怎樣 我又不是故意真的要遲到的 難道你就不能提亮我一次嗎 我還不夠提亮你嗎 我在那邊等了你三個小時耶 你又不是不知道 這case對我來說有多重要 有多重要 你什麼意思啊 我什麼意思 這case有比我還要重要嗎 我又不是養不起你 我不懂你這麼拼要幹嘛耶 你有錢 是你家事 我有手有腳 我幹嘛要等你來養啊 你就是這樣 你到底有沒有站在我的立場替我想過 沒有嗎 我把水療都給你了 這樣還不夠嗎 你有沒有想過 那些都是我要的嗎 無力取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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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 我都一直在遷就你 你要我喝濃縮咖啡 超苦的我還是喝了 你要我穿高跟鞋 我即使不太會穿高跟鞋 我還是穿了 算了吧 現在你跟我在一起有這麼多委屈 你們分手吧 好 如果愛是咖啡的甜 為何從換來一陣陣 蛤 所以你們分手囉 對啊 都你啦 說什麼狗屁的爛傳說 傳說沒有錯啊 Cafe Sospesso的確把緣分 交到你們各自的手上啦 不過 要怎麼守護這段緣分啊 還是要靠你們自己吧 也是啊 我想 你們會分開的原因 也許是因為它守護這段緣分的方式 並不是你想要的 就好像研發新口味的咖啡一樣啊 把Americano和Espresso混合在一起 才知道難喝死了 總是要試過才知道嘛 不過 我想啊 你一定會遇到混合之後 更適合你口味的咖啡喔 以後再說吧 我只知道現在最合我胃口的還是你吃咖啡啦 好啦 你會這麼想就好啦 那今天的報告加油喔 好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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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不去 你說的 答案 好 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富澤今天做題案報告您請喔 請多多指教 妳好 不用這麼緊張 可以放輕鬆一點 喔 那 我們現在開始吧 好 欸 李特助 你那麼年輕 就做上這個職位 真的很不簡單 你叫我子浩就好 別看我現在這樣 以前的我 還應該可差遠 怎麼說啊 那時候我一個人來台北 想要多賺一點錢 沒想到連錢都沒賺到 還陷入了人生的底場 我幾乎完全放棄一集 那怎麼會 因為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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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手機小 好 我幫你拿 好 不好意思 我先接個電話 先生 這是你的待用咖啡 好啦 加油喔 謝謝 不會不會 不好意思 那個公司趨勢想問題 必須馬上回去 好 那就 有事就趕快去買 那我們30號的攝影棚見 好 拜拜 這什麼 蛤 你確定這樣是可以的嗎 好 小雪 我覺得你這個這樣擺應該會會比較好 齊諾 我知道你很緊張這個case 但有時候講話態度不用這麼硬嘛 嗯 就像加了牛奶的咖啡會比較順 也會讓人比較容易接受 好 好 好 Tindy 其中他只喝了美式 你可以幫我換一下嗎 好 沒關係啦 其實拿姐也OK 嗯 怎麼樣 加了牛奶的咖啡 是不是比較順口 嗯 還不錯 小雪 嗯 可以請你幫我把這些 離開 這些 嗯 睡比較好睡 嗯 對 謝謝 小雪 你先回去吧 這裡散後 我來就好 媽媽 請我 我們要先走了 喔 拜拜 拜拜 兄弟 你也先走吧 好 雖然我並不是很在乎這些 但 這是他們第一次沒有把我當空氣看待 那是因為你現在變得順口多了 對 你的拿鐵理論真的很神奇喔 是嗎 那再謝謝我的份上 晚上陪我去吃晚餐吧 嗯 好啊 我先把這裡弄好再過去 那我們約七點半 嗯 好啊 好 下見 拜拜 好啊 你的很久了吧 是很久沒錯啦 不過沒有關係啦 我知道你很忙 對不起 對不起 真的很對不起 好啦 不要道歉了 來 這給你吃 我就是知道你很忙 所以沒有時間過來 那我就把吃的直接拿給你好了 好啦 真的很感謝你 還有謝謝你們 因為我遲到的生氣 我是很生氣啊 就氣你到底為什麼要這麼拚啊 嗯 沒有啦 為了生活啊 工作很重要 賺錢也很重要 可是 你一直這樣埋頭工作 該放鬆的時候還是要去放鬆一下 你說的很對 對 但如果我可以早一點知道這個道理 或許 現在知道也不遲啦 你趕快吃完 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嗯 好啊 哇 好漂亮喔 齊諾 這其實 我媽 就跟這些女棒一樣 雖然我們活得很短暫 但我們可以把它變得很精彩 你有沒有發現 你把你的時間一直放在工作上 好像會失去太多事情 可愛 我送你回家好了 走吧 好 palette 你看と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还记得曾经我跟你说过 我就是因为一杯咖啡 才振作起来的吗 那时候就是因为 有你的代用咖啡还有那张纸条 才让我觉得 世界并没有到那么绝望的时候 那天之后 我有回到店里买了一杯咖啡 想要谢谢你并且告诉你 那件事 但我后来没有 因为他跟我说 你上一段恋情 也和咖啡有关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不想要让你觉得 我对你好 只是因为想要报答 你的那杯咖啡 我喜欢你 不是因为 你是咖啡的主人 而是因为 你就是其诺 每次咖啡其实在加了牛奶之后 也可以变得非常顺口 微苦中 带有一点牛奶的香味 我愿意一直做你的牛奶 帮你调和你生活中 许多不开心的事 你愿意和我一起 辣配吗 其实 我真的要谢谢你 你教会了我许多 自从我喝拿铁之后 我就没有再喝美食 缘分让两个不认识的人 相遇了 但两个人相爱后在一起 要找到适合彼此 维持缘分的方式 并不容易 其实我们个个 都像一种咖啡 每个人的特质和性格 都不一样 就像每一杯咖啡 都有他自己的味道一样 有的人太苦 我们难以接受 而有的人太甜 很快就腻了 我们其实都在寻找 那杯适合我们胃口的咖啡 而就算真的找到 适合自己口味的咖啡了 也要学会如何调出 更适合两个人的味道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是两个人的事 是需要两个人 在一起互相配合 互相付出 互相经营 和互相体谅的 先生 这是你的咖啡 先生 这是你的带你的咖啡 谢谢你的咖啡 是你顶的喔 对啊 我忘了带全包 所以加盈你的咖啡 谢谢 那希望你会喜欢 好难如我爱是咖啡的甜 为何从话来 一阵阵苦涩体验 想多少夜想多少遍 幸运不离的 出现在我的面前 其实我说不出再见 却依依不舍 道出了最后道别 带用咖啡 起了遍迁 总出了一段 重演的邂逅 失恋 失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